放开那个片子,让我来吧 大家好,我是做八片 今天八的片是豆瓣评分9.7的瑞克莫迪第一季第八集 最渴望的生活永远在别处 最爱的人永远不在身边 这集讲的就是求而不得的无奈 你是否也幻想过另一种生活 是否也有个念念不忘的人 如果还是没有回想 这一集或许有你想要的答案 在小莫的记忆里 上一次全家人整整齐齐看电视 还是春晚的时候 今天的这次是因为莫爸和莎莎 追了三个月的狗血剧大结局 而结局竟然被莫爸拆中了 你可以想到这剧有多狗血了吧 老睿表示这就是个垃圾剧 有什么好猜的 而莫爸难得精准预测一次 当然不想被老睿这么diss 于是反驳道 那你找个好看的剧给我们看呗 老睿会心一笑就等你问了 立马把机顶盒拆掉装上超级晶体 这样他们就能看到平行世界的电视节目 这类的节目都是非常奇葩的 比如一部关于吃水的电影 一部密案发生后 凶手立刻自首的侦探剧 一个满眼都是蚂蚁的电器推销员 一个推销假门的广告 这些假门撞在墙上却不能打开 其中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引起了莫爸的注意 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 他是个名人 并且上了最火的访谈秀 莫爸非常想看功成名就的自己 老睿却一点也不感兴趣 他问大家 你们是想看无限次元的奇葩节目 还是自恋到想看另一个次元的自己呢 莫爸莫妈和莎莎一口同声 当然是想看另一个世界的自己啊 于是老睿掏出了一个VR眼镜 说是这个眼镜可以扫描你们的视网膜 让你看到另一个世界的自己看到的一切 快去剪吧 我为你感到骄傲 我对自己才不感兴趣呢 咱们快看点奇葩节目吧 老爷罕见的夸了小莫一次 毕竟一个14岁的孩子 不对自己的无限可能感到好奇 真的有点难以想象 要不是什么什么 我就能怎样怎样 是很多人的口头禅 无非是想表达 我现在的弱情有可原 我也可以很强 这种强永远是个幻想 但如果有机会证明这个幻想 你会忍得住吗 现在摆在莫爸他们面前的 就是这个证明的机会 莫爸戴上眼镜 看到自己在和德普吸粉 不 他们只是在寻找创作灵感 这个世界的她是个炙手可热的演员 在邮轮上和女明星做羞羞的事情 莫妈戴上眼镜 看到平行世界的自己 不是个兽医 而是给人类动手术的一生 她甚至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莎莎戴上眼镜 发现好多世界里没有自己 而有自己的世界里生活都很平淡无聊 就像现在这般 莫妈表示 我和你爸如果功成名就 那个世界里自然就没有你了 两个人结婚生子之后 往往就会放弃 他们个人的生活和追求 回归平淡 而莫爸这个大嘴巴坦言 当初怀上莎莎只是个意外 如果去堕胎的途中 汽车没有抱胎 那他们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般平庸 此时的空气 尴尬的有些微妙 莫爸想着她鲜衣怒马的生活 她是被莫妈耽搁的天才演员 莫妈想着她怒在诺贝尔的荣耀 她是被莫爸拖了后腿的妙手一圣 莎莎想的是 我怎么那么惨 自己的出现是个意外 而自己没有被堕胎 更是一个意外 怎么想都感觉自己是多余的 她引路之下打算离家出走 回屋收拾行李去了 莫爸和莫妈留在厨房 触袭长台 两个人的婚姻维持到今天 原以为都是为了孩子 但莎莎的愤怒让他们意识到 两人根本没为孩子做什么 这让他们怀疑 自己坚持这段婚姻的理由 不过是个虚假的幻象 莫爸沮丧地来到客厅 表示可能要和莫妈分开一段时间 而莎莎知道自己是意外怀孕的结果 所以吵着要离家出走 小莫来到姐姐房间 莎莎正在打包衣服 并不想听什么屁话 小莫指着院子里的两个土堆 表示那下面就埋着自己 我和老爷曾经玩坏了整个地球 然后丢下了那个世界 因为这里的老瑞和小莫刚好死了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埋掉了自己 并取而代之 每天早上我就在离我尸体不到20码的地方 吃早饭 所以你不是我弟弟 我比你弟弟还要好 我这个版本的弟弟 劝你别走的时候 你可以绝对信任我 人的出现是没有目的的 人也不属于任何地方 每个人都会死去 来看电视吧 看到这里我们也就能明白 为什么小莫对平行世界的自己 并不感兴趣 人的出现是没有目的的 你的存在也不需要什么意义 不过是众多时间线里一个选择的结果 你也不用纠结另一种可能的生活 你之所以成为你 就是因为你之前的无数选择 偏差一点点 就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就像埋在花园里的爷孙俩 那和你并没有关系 你的人生是唯一而且确定的 他就在眼前 此时的吃园电视 插播一条紧急新闻 平行世界里的明星莫爸 吸粉之后有点精神崩溃 光着膀子在路上骑车 警车慢速跟随 大家很好奇 这样的人物要去哪里 此时的莫妈只坐在厨房里 欣赏平行世界里 功成名就的自己 举杯腰白雀 对镜成三人 镜子里的她满脸哀伤 莫妈觉得这才是她该有的人生 寂寞 不过是无敌的宿命 电视里的莫爸终于抵达 这正是成功莫妈的住处 杰瑞 贝斯 我从高中就爱上你了 我讨厌表演 我讨厌可卡因 我讨厌其他女明星 我希望你那次没有堕胎 我一直在想 我们本该会怎样 你对寻常夫妻幻想着天歌一方的 显赫 两个显赫之人渴望着长乡厕所的平淡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最下往的生活永远在别处 这是一种求而不得的无奈 而这世间最无奈的 就是将拥有和没有比较 一处不存在的生活 一个早已离开的人 安放着你最美好的想象 没有谁迪得过想象 多少人斗天斗地 最后发现输给了虚无 又有多少人兜兜转转唏嘘半生 默然回首 原来最需要的人 早已宿命般地擦肩而过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关注我 我会努力更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